大家好我是陈岳 就在我们最近都把注意力关注在中美博弈的时候 关于美国西方对中国新疆进行的这种无理的制裁 那么中国方面呢当然进行了强烈的回应 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今天呢要来换一个视角 来看一看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欧洲期间 对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这个工程 那么进行了类似于最后通牒般的驯化 那目前呢德国方面也是抗议生四起 如果我们关注德国媒体 这个相关文章下面的一些德国朋友们的评论 我们就能够看得见 那么德国的老百姓呢 对于美国干涉德国独立的能源政策 以及对外关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不满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德国领导人默克尔 他也进行了明确的表态 那么认为呢德国和欧洲 有自己的独立的 独立的对中国的政策 那么这一点和美国的 中国政策呢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美国联合欧洲 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 而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又何止北溪二号这一个矛盾点呢 包括空客和波音之间的补贴大战 以及今天我们要谈的 美国警告印度 法国等六个国家 对于所谓的征收数字税的问题 双方呢也已经开始撕了起来 那么当地时间的3月26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根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案 第301条款 我想很多朋友听到301条款 就非常熟悉 那么这也是美国 对外贸易政策当中 去维护美国利益 当然合理性如何 我们不去评断 但在美国人的角度 他们认为 相关1974年贸易法案 第301条款呢 就是在维护美国的利益 而这一次新上任的 就是我们那个华人女士戴琪呢 那么刚刚上任 直接呢就把这个301条款呢 拿了出来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奥地利 印度 意大利 西班牙 土耳其 以及呢 这个法国等六国的数字服务税 发起的调查 那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目前呢 可能采取的措施 包括对上述国家 加收惩罚性关税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呢 美国准备对上述六国 征收潜在的关税 以报复这些国家 对美国施加的数字服务税 那么针对法国 对美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呢 美国方面 或将采取从法国进口的价值 13亿美元的香槟 化妆品 手提包等商品 征收更高的报复性关税 在这件事情上 我在大概在两个月左右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 其实详细的介绍过 关于数字税的基本概念 那么今天呢 暂时先不展开 那么大概就是 美国的这些这个数字巨头 比如说这个Google Facebook 那么在世界通行无阻 在其他国家赚了很多钱 也同时用其他国家这些用户的基本信息 那么去进行广告投放相关的商业模式 可是呢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却一毛钱的这个税呢 都收不到 那么对于相关的国家呢 认为是不合理的 那这个呢 是他大概的背景 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再去这个网络上查一查 深入的了解 那么美国对这六个国家 这一次发出的三立一调查的威胁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其实和这个数字税存在什么样的核心的分歧呢 这里这里面呢 就要谈到一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数字经济化的转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再来探讨所谓的数字税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呢 过去呢都是一个数字的相关的内容呢 是比较的少的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随着这个我们说5G 包括移动互联网 包括呢物联网的发展 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中的非常多的信息 都已经变得数字化 我们到哪里去 包括我们在中国发展非常好的数字支付等等 那么数字越来越多 那么因此呢 在数字的这样一个虚拟空间 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 也就是有钱赚 那么既然有钱赚 而且呢这个巨头们把这些钱呢都赚走了 这个蛋糕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以前小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不关注 也就算了 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是你今天蛋糕做的这么大 那么对于各个国家来说 到我这来做生意 赚这么多钱 却一毛钱的税不交 不合理吧 而且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未来这个蛋糕会越来越大 你想一想 现在还只是我们老百姓 在手机上上网产生的一些数字 未来方方面面的智能汽车 对吧 5G 然后呢 物联网 所有的电器 所有的包括路灯啊 这个公园里面呢 各种各样的智能设施 全部的数据都连上网络去之后呢 那么能够产生的经济价值 是相当庞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 利益既然如此之大 那么每个人都想分一块蛋糕吃 而这个时候美国说了 不可以 这个蛋糕都是我的 怎么会给你吃呢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矛盾的一个根源 我们通过是这个世界银行的一些数据 也能看到数字经济呢 它的这个未来的潜力 目前呢 数字经济创造了全球15.5%的GDP 那么在过去的15年间 它的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长速度的2.5倍啊 所以越来越多的跨国科技公司 在数字经济领域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 但是这个对于基于传统经济模式 构建的全球税收体系就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也就意味着以前的利润分配机制 在数字经济未来的这个世界当中 用欧洲的话来说叫做数字主权被侵略 数字殖民 这个概念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有我的数字主权 结果你呢来侵略了 那么以前呢数字空间比较小 所以也就问题不大 比如说按照美国税收基金会的一些说法呢 通过数字经济 企业可以从国外获得用户的资料 从而来获取利益 但是现在在现有的国际税收协定之下 因为企业在该国没有实体的存在 就无需在该国缴纳公司所的税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数字化的转型 欧盟在2018年3月 率先提出了数字服务税提案 以推动欧盟的税收改革 那么数字服务税呢 也简称数字税 是针对某些数字服务 特别是像互联网业务等等呢 而产生的有效利润 专门征收的一种税种 那么它征收的对象呢 通常都是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其实现在在欧洲地区呢 畅通无主的 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 在全世界这么多的用户 可以说获得了大量的利益 那么这件事情 美国如果不在欧洲 堵住这样一个口子 包括印度 那么一旦印度和欧洲国家 开始向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 来征收数字税的话 那么有可能在全世界 会形成一个模仿的效应 也就是其他所有的国家 都来征收数字税 向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 那么显然这不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 也不是美国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这里面没有什么对和错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美国人太霸道 其实霸不霸道也没有关系 反正呢 它总归是我的钱 或者说呢 我能多搞的钱 那我就多搞 对吧 这个就也符合它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这个现在在欧洲国家 搞的这样一个数字税相关的提案呢 在欧盟内部呢 也还在讨论的过程中 那么有些国家是比较积极的 比如说法国 那么亚洲国家呢 一直保守主义倾向 比较明显的 印度呢 也是非常的积极 此外呢 欧盟的个别成员 就因为在欧盟整体 想去通过这个法案呢 比较难 因为欧盟是采取共事局 英国退出欧盟之后 还有27个成员国 这27个成员国 每个都需要同意 那么美国毕竟还是有很强的军事和经济能力 因此呢 它只要搞定其中的一些国家 让你不要投同一票 那么这个法案在欧盟就通不过 所以既然如此 怎么样呀 各个欧盟的成员国 自己单干 对吧 自己跳出来 自己搞 所以我们看到2019年的7月份呢 法国参议院通过了征收数字税的法案 成为全球首个开征数字税的国家 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呢 法国将对全年这个全球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 而且原这个来源于法国境内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 税率呢 是法国市场收入的3% 那么随后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呢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也施行了单边的税收行动 对于欧洲来说 美国科技巨头这么多年以来呢 不断赚取巨额利润 却一直享受很低的这个税收呢 那么这个情况 他们试图想去把它扭转过来 根据美国媒体CNBC的报道 英国税务研究机构 那么 Fitex Mark呢 就发现2010年到2019年间 脸书苹果亚马逊网飞谷歌以及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逃税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逃税 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逃税几乎可以肯定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产生的 那么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亚马逊英国公司2017年的税单总额是170万英镑 不到它20亿英镑营业额的0.1% 脸书2018年在英国创下了破纪录的销售额16.5亿英镑的这个销售额 但是呢 它当年所支付的公司税仅仅是2850万英镑 英国国会议员这个玛格丽特呢 就表示如此低的纳税额度简直简直呢令人发指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呢 就指出美国科技巨头通过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和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国家来逃避税收 那么这些美国公司在法国德国等地呢开展业务赚得盆满钵满 却享受着爱尔兰和卢森堡的低税这个收的这个待遇 那么这显然有失公平 不少欧洲国家认为当前的税收制度主要针对传统企业制定 对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则存在诸多的灰色地带 导致互联网企业缴税不足 因此呢各国都在努力的制定数字税 规范对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征税 而美国方面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且明确 那就是谁敢收我的数字税 我就呢报复你 美国对这个征收数字税的国家要加以进行惩罚性关税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301条款 而一直呢比较霸道的美国维护自己的利益 出具这个301条款进行这种相关的贸易调查呢 其实也并不是令人感到意外 2019年法国通过数字税计划 征收对象主要涉及到前面我们所说的 这些这个美国的科技巨头 随后美国就开始以法国不公平对待美国企业为由 在2019年的7月对法国数字税 这样一个法案呢发起调查 于是呢2019年的12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301调查结果就谈到 法国的数字税歧视美国公司 与国际税收政策的现行原则相抵触 而且对受影响的美国公司造成异常沉重的负担 并且建议美国对输送到 对美国输送到这个这个法国商品加征关税 作为一种报复 那么经过一番磋商呢 2020年的1月份 美国法国两国宣布 暂时休战展开谈判 但是与此同时呢 多个国家的谈判者 试图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 就如何对跨境互联网企业 征收数字税达成多边协议 然而同年6月 10日美国财政部长努木钦 出人意料地宣布暂停谈判 并且警告将对任何向美国科技企业 征收数字税的国家进行报复 所以2020年的6月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宣布对欧盟及9个国家 发起贸易调查 以反制这些国家的数字税的提议 涉及的国家 包括英国 奥地利 捷克 意大利 西班牙 土耳其 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等等 2020年的7月 美国贸易办公室 这个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 如果法国不放弃新征收数字税的计划 美国将会呢 从法国这个13亿的商品的这个销售额当中呢 去进行加征25%的关税 那么可见呢 我们看到数字税使得美欧贸易争端 进一步的升级和复杂化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各国财政负担加重 这个和税收减少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使用数字税来增加税收 这将给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带来新的负担 美国税收基金会的网站公开的信息显示呢 截止到2021年的3月23日 奥地利 法国 西方牙利 意大利 这个波兰 西班牙 土耳其和英国呢 这八个国家已经实施征收数字税 那么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呢 已经形成对征收数字税的相关提案 拉脱维亚 挪威 斯洛文尼亚 已经宣布或表示要进行这个征收数字税相关的讨论意图 实际上不管是欧盟的数字税提案 还是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的数字税 那么它的门槛都相当的高 普通的规模的互联网公司 不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美国互联网巨头公司 基本上呢都达到了被征收税收的标准 尽管如此呢 拜登这个政府在此前虽然承诺要 就要针对数字税达成全球性的协议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仍然宣布了准备对这六个国家进行报复性的征税 那么呢 这个或许会对法国进口的商品 进行一些更严格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措施 因此呢美国和欧洲之间围绕贸易这个数字税 说产生的矛盾恐怕很难呢在一朝一夕之间进行解决 大西洋两岸贸易分歧无疑将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除了美国挥舞这个关税制裁大棒的做法呢 以及在北溪二号啊 这个管道建设上的做法 让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产生了嫌隙 那么其实外界一直说美国欧洲联手之类的这种说法 也是对国际关系的解读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 这个世界除了围绕这个太阳银河系对吧 旋转之外 其他的全部特别是国际关系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利益来进行旋转的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呢 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中国破解美国欧洲 所谓的这个盟友联手针对中国的一些方法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对华政策策略便是联合盟友来应对北京 这种策略呢 成效这个似乎一开始就看得见 而且出手不凡 那就是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 3月22日加入到美国这个无理的 就新疆问题制裁中国的这个行列 当中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3日 在参加北约外长会的时候 还承诺要重振北约 要与盟友合作缩小技术与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差距 那么在此次欧洲行之前 布林肯与防长奥斯丁先后访问日本韩国 拜登此前呢 则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举行首次四方领导人的视频会议 美国正在拉美盟友来应对中国 那么中国呢 则与美国的盟友的这个关系呢 恶化 在中加中澳关系还没有走出低谷之际呢 中欧就新疆问题相互制裁 并相互召见大使抗议 那么关系陷入了紧张 面对美国与盟友的来势汹汹 北京讲求实际的行动也颇多 中美阿拉斯加3月18日至19日会谈之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 3月22日和23日的会谈 那么各自通报对美关系的近况 王毅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 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只会拓展 不会收缩 那么这说明中俄并不会止步于当前的状态 也不是仅仅为了应对美国在阶段性的战术上的一些做法进行的回应 而是呢 在长久的中俄关系发展当中去构建更大的合作的空间和可扩展的领域 俄罗斯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是联合国的五常之一 那么在中国将这个面对来自美国围追堵截的这样情况之下 中国与俄罗斯再次在战略上进行对表 可以缓解来自美国等门友的压力 中国与俄罗斯对接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3月22日互制口信 其中呢 金正恩呼吁双方加强战略沟通 中朝之间的沟通 有着向拜登释放信号的这样一个意味 与拉夫罗夫会晤之后 网易外长3月24日至30日访问中东六国 沙特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 巴林和阿尔曼 中国防长魏恒和3月24日和31日 赴匈牙利 塞尔维亚 希腊 北马其顿访问 那么中国外交部在通报有关网易出访时 谈到呢将深入进行战略沟通 这也说明由美国主导的中东传统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一些中东国家呢不再一味的对美国一步欲曲 中东穆斯林国家尤其是沙特 在新疆问题上并未追随美国 沙特王储麦默德在与王毅会谈中表示 沙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明显占到了中国一侧 在中国关系紧张之际 魏凤河到访欧洲国家 那么其中呢 他赞扬了匈牙利在新疆等和这个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中方坚定的支持 并且呢仗义直言 拜登虽然在集合盟友 但是美欧也并非铁板一块 前面我们谈到的美国和德国之间的 北西二号天气管道之间的争端 以及美国和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之间关于数字税的争端 其实呢都是这个其中的一些例子 那么中国与欧洲的沟通与交流呢 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分化美欧 进而降低美欧联手制华的压力 在美国这个连结盟友的同时 中国也能够务实的巩固并扩大 中国的战略伙伴圈 这个进行一些这个相对应的回应 那么疫苗也是呢 这个支援全球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中国正在面临美国 这个压力之下呢 那么做出的更好的一种回应 那么这个并不意味着 中国呢会一直和美国进行相关的 这个同一个战场上的PK 也就意味着你美国玩你美国的 我中国呢玩我中国的 从王毅外党的中东行 到中国国防部长的欧洲行 到中国疫苗在全球的做法和美国完全不同 可以说各自玩各自的阵线 那并不是说你到哪里去 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啊 你你有你的这个防守策略 围堵策略对吧 那么我有我的防守围堵策略 我并不会呢这个一直被你的这个打法呢 所牵制 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其实也是有着更强的啊 更大的一个重要的全球性务实议题呢 去逐渐的去确立 从全球大局来说 当下的头号任务 当然是对抗新冠疫情 并且呢推动全球的经济复苏 中国外交部在介绍王毅出访中东的重点的时候 也谈到了要支援地区国家对抗疫情和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 那么对抗疫情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这些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疫苗 现实情况就是西方国家提前预定了大量的疫苗 有统计就显示 占世界人口16%的富裕国家 订购了全球70%的疫苗 甚至呢彼此之间还为此争吵不休 根本无暇顾及一种发展中国家是否获得疫苗 正当西方多国为争夺疫苗设置各种限制的时候 中国疫苗正在走向全球 中国此前所说的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全球 那么这件事情正在一步一步的落实 这正是助力全球复工复产的一个重要行动 虽然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媒体不断地抹黑中国搞疫苗外交 那么我就想问一句 美国生产了那么多的疫苗 自己留在美国国内 很多放在这个仓库里 对吧 因为美国老百姓现在呢 也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施打 施打的进度也不错 但是毕竟呢 它的人数是有限的 美国只有这个几亿人口 你做了搞了十几亿只疫苗 你现在也用不完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分配给其他国家呢 你指控中国搞疫苗外交 你也可以搞呀 对不对 你也可以把疫苗分一分 不要说分给所有国家 你的那些门友 你的那些跟班的小老弟 我前几天就看到 这个加拿大的领导人 特鲁多发表了一个推特 然后对中国的这个相关事物呢 进行干涉 大言不惭 下面的第一个评论就是 你有国际门友吗 说这个特鲁多 你如果有国际门友的话 你现在就不会一支疫苗都拿不到了 特加拿大是在美国的旁边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呢 也要靠美国呢 这个生存但是加拿大呢 他却从美国也拿不到疫苗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很说明一些问题了 那么在疫情蔓延至全球 外部需求低迷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那么在外循环层面 中国正在进一步的打通与各国的联系 以求呢 这个达到实质的成效 王毅在沙特的时候表示 中方愿意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沙特2030愿景深度对接 有序推进贸易投资和重大项目等传统合作 土耳其外长扎武社 这个奥卢呢 在与王毅的会谈当中 则谈及了希望与中国深化中间走廊计划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全球正常的经贸和投资 这些呢 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中国在推进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合作 符合双循环的要求 能进一步的拉动 中国国内经济加大与全球的联系 同时呢 这是稳住全球产业链的一步 除了传统的经贸和投资等 王毅与拉夫罗夫 研及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人工智能 5G 大数据的合作等等 在和沙特王储会晤的时候呢 王毅表示 希望与沙特拓展可再生能源 5G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航天 等等呢 高新技术的合作 深化5G 人工智能 等等呢 这些数位经济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也是 王毅外长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谈当中 所提及相关的内容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 中国正在进行实质性的事物上的拓展 和这些国家呢 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反而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新总统拜登不断的强调要搞什么民主峰会 要去呢 这个和联合盟友 但是每次的美国的高官去其他国家 不论是日韩还是欧洲访问之后呢 实际上看不到送去多少糖果 看不到双方有多少实质性的经济层面 贸易层面的这个改善老百姓生活 促进国家发展的相边的合作 反而呢在所谓的共同的价值议题上去抨击其他国家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这个不太符合两国发展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 也就意味着没有根本利益作为一个基础的话 很难走得非常长远 回到亚洲层面 我们看到呢 所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RCEP呢 那么中国方面也已经批准了 之后呢 泰国也已经批准了这个协定 RCEP所有成员国也表示呢 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批准该协定 来推动这个协定在2022年的1月1日进行生效 RCEP未来一旦落地 那么将会成为世界经贸规模最大的一个协定 对中国来说 它将有助于扩大出口市场的空间 也有助于拉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复苏 拜登政府正在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应对中国 初步来看呢 的确有一些成效 但是能否去持续呢 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拜登不能只是口头上什么民主自由 来填饱大家的肚子 来维系他们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 我个人看法是相当的脆弱 也是不堪一击的 在当今的世界 利益对于各国呢 才是更为关心的话题 如果美国盟友 因为靠向美国而波及与中国的合作 进而损伤自己的利益呢 那么各国自然会衡量一番 我想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德国的立场呢 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已经是前车之舰 我这里必须要提一下 这一次西方国家所发起的对于中国所谓的制裁 我们看不见了澳大利亚的身影 当然也看不见新西兰的身影 他们并没有加入到相关的制裁 那么其中的原因恐怕也不难理解 拜登在军事和经济合作上 尚未给盟友以看得见的好处 一旦这个情况持续下去 那么这将会成为美国与盟友关系中 最大的障碍和软肋 中国对于和美国的较量 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样的较量 这样的博弈 是一个长期性的 高度复杂性的一个过程 中国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和耐心 不会因为美国进行相关的打压 就自乱阵脚 同时在策略上 北京正在国际上的广交朋友 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合作 强调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尚不分底 同时中国在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像中东 东盟 非洲等国家 此外 中国也在主动的与美国的盟友打交道 比如中国外交部透露 正在安排韩国的外长访华 那么中国也很清楚 用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合作和利益 才能够推进与各国的合作 那么这也呢 才稳才能够稳固与各国的关系 这是为何中国推动与各国战略对接的原因 那么与各国在经济上的捆绑 各国在面对中美时候呢 这个不会贸然轻易的行动 而是要慎重的做出决策 中国与美国的拉锯将是持久的 双方不可能只靠一两次的交手 便分出你输我赢 那么这个过程考验双方的耐心 也考验了彼此的智慧 拜登正在发挥他的优势 就是所谓的整合盟友 那么中国呢 似乎看起来是首饰 但是如果我们环顾北京 进来的诸多的行动呢 外界也不难看出 中国有着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推进 正在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么这些行动呢 一定程度上也在弱化美国的优势 同时呢强化中国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实力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所谓的文明冲突论 这个呢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简单谈了一下 在西方的很多战略大师看来呢 是世界上的分为不同的 这个文明的地区 当然中华文明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明之一 那么南亚地区有印度的相关的文明 对吧 中东地区有穆斯林文明 穆斯林文明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文明 虽然现如今它的发展呢 遇到一系列的这个困境 特别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 那么西方呢 有它的基督教文明啊等等 当然有俄罗斯啊 那么这些 美国的战略大师呢 有一个战略构想 那就是对于西方世界来说 那么未来的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当中呢 如果一旦中华文明 当然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区块 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中华文明 那么和穆斯林文明 一旦产生合作 特别是战略层面的合作 那将是西方的噩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西方的经济不错 对吧 那么发展的目前水平也不错 但是世界潮流 我们不能只看最近几十年 或者最近一两百年 世界的潮流 我们要看的更宏观 更有历史观 那么也许上千年的 甚至是呢 这个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 来看待历史 那么在过去的历史的滚滚 洪流当中呢 实际上无论是中华文明 还是穆斯林文明 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 非常大的辉煌的历史 在这样的过程中 那么中东地区呢 是欧亚非大陆的一个中际战 一个终点 那么这个中间的中啊 这个中际战呢 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国际战略的这个看法呢 谁能够在中东这块地区 拥有它的一个战略优势的话 那么谁就对这个整个世界呢 具有非常强大的掌控力 但我不是说中国今天 就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在中东地区去主导相关的事务 而是说中国这一次的 这个相关的动作呢 和美国的动作呢 实际上就呈现出了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反正大家就玩嘛 这个下围棋一样 今天才走第一步 还早着呢 对吧 一盘棋下个几个小时很正常 放在国际这个大国博弈 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吧 一个新兴的大国要崛起 一个这个 我不敢说美国是个没落的大国 最起码它的这个 世界老大的地位 面临挑战 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呢 你相信是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就能够分出胜负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很简单 这件事情短则十年二十年 长则三十年五十年都不奇怪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中国如何利用好 这个中亚地区 以及呢 这个中东地区 也不是利用 就是一种战略协作 当然包括俄罗斯和亚太地区 中国周边包括东南亚南亚和这个东北亚地区 那么对于打破西方所谓的盟友 特别是美国和西方所谓的围堵 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突围的角色 而今天中国正在做这件事情 包括中欧班列 包括这一次的中国外党的这个中东的行程 我认为未来这一盘大旗才刚刚开幕 刚刚开始 后来呢 以后呢 还是有非常多非常重大的事件 值得去观察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